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九场 来到三班千六钟距离 哇 今次爆大冷 有些马云出完再出 有些东西看看 挑人合一样拿去爆大冷 WIN 他是第一次在沙田跑的 不知道他是沙田的方 叫做变数 有些之前跟开的 譬如飞涨 上次都开始有东西看的 可能因为一对大码的马 那场地帮到手 今次都有一些冷碗进来 我都未懂得解读这一场 几只冷马都进来 飞涨都不出奇 上次都不是说得远 天人压第一次跑沙田 叫做 連九龙神区 我觉得他都未得 他都涌上来 我真是都 未解读得够这一场马 是啊 九龙神区 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想第一 第三名的马 天人压在香港跑得很少 他在纽西兰 跑那些塞地很厉害的马 十四个九龙神区 他在外南也是 因为已经跑到黏地 他是很喜欢的 反而飞涨在外地 就没有什么跑过这些地 跑过一次的烂地 就不行的 那飞涨是反而 就是三个来说 那场地的依据 就比较少些 旭日星是跑得好地 今次是加了个眼罩 放在前面望空 今天这些前面望空 都是吃虧的 除非豪油气泡那么超 又是重磅 但今晚我也觉得 如果跑回正常场地 他应该都是不怕的 今天有些受制于这个地 我觉得他是 受制于这个形势 因为他在外地戴眼罩是全盛的 他在澳洲 戴三次眼罩是全盛的 这个眼罩就未必说是害他的 不过问题是 可能是场地不遭他 分断时间 头段25秒80 第2段23秒75 第3段24秒5 每段24秒21 第9场赛事时间 1分30秒31 很多朋友当然都会很注重 那些马匹外地用什么配备 不过我觉得 有时 一时时 就是 来到香港 很多东西都变化了 又未必一定 用回以前的配备 好的 当然这个就是 由乱马斯专业的判断 但是就 今天来说 我觉得他惨的地方 就是 因为在前面走 所以 究竟有配备影响他 还是其他的东西 我自己就保留 但是如果 他在正常场地上次那场的水准的话 我至少可以当他和跨道口都是这样的 而今天的跨道口也是 一跑到这些湿地 他可能真的没有 因为在外地也是 正常场地多 跑得好些 但是一湿地的话 赢了马有方法 打了折扣 有时可能都是这些因素影响 是的 又或者这些马 之后出回正常地的时候再看 反而刚才看过那些飞涨 今次湿地和四九龙神区 之后再出 在一个正常场地之下 是否继续到一个形状 可能又要重新评估一下 第九场体联又马上看 第十场 是三方千四 大宜本是三号的合伙雄心 那也很厉害的 跑到第二名回来的 去到尾场 有些今天没有那些马房 今天有八个马房 全日空你画了它 那你已经提升了你中彩的机会 其实 那些跑不了入前四名 今天没有那些马房 去到尾场 真的不用看 几乎 又画到尾场才收钱 是啊 所以星雲鸣雀那些 你不用预计 那些当然不用预计 甚至那些什么一铺中横 线路神话 那些同事说 我认为都是不行的 多的 全日空那些 那些 沈乘成有位置 高冬妮有马赢 当然 那罗虎传一组 所以这对就很简单 讲开成哥的进益线 其实他出片上来追很多 现在回来 其实他很准成 是 黑服了三班 在最外面 冲上来 今天都不是那么容易 包尾追上来 只有这场可以 在最外面上来赢 是只有他 其实是 其他那些都不是 那赢了一支 带来 还很有说服力 又有余力 好像都 这个马 看起来今天 原来湿地都行 那些天才味道很浓 你记住 上一次他第三个 隔了很久 没有跑 那你想想 上季尾 他在练续四场 没有变得有 你看这场 回来收姜赢马 是呀 神这么早赢帐 还要是 我觉得 极速飞弹 好像失望一点 这边是羊羊羊 又没有下边 回学习母那只 后来也有边 但是 这里又有点 不过其内 也是不多的 有点失望 这马 真是 他烧比少爷仔 那场很强 照计 追到上来的 那场 他很少下边 我今天不知道是米辣日 因为有个地 可能有个地 可能 是啊 他没有什么大量 他没有什么大量 他应该是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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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看看这一张的图片 第四名 拍到就是六号的黄龙福章 分段时间 尾场 头段是13秒69 第二段21秒22 第三段23秒89 每段是25秒47 赛事时间 去到1分24秒27 越来越慢 现在没有朋友入场 以前的朋友入场 很喜欢拿着这张报纸 画画 那我画哪个贴士不中 是最流行的 其实那就没什么用 你画哪个马房 有哪个马房 没有呢 可能我参考大一点 不过现在 当然科技先进 有些程式 可以帮你画 一看没有那些 你美那场 十次有九次都继续没有 我跟你讲 这些 删除法 是啊 那今天赛事 在天雨湿地的进行 那我都要问一下卡先生 你认为今天赛事 有什么马值得跟进呢 那你刚才说 那只 被判顿吃了的位置 塞了那只超越名区 那其实上一次都 有留意这只马 他入闸之后 犯错了 退出了 那今天都当然 他一直都挺好状态的马 那刚才我们都 讲这场的时候都讲过 他如果不是被判顿吃了的位置 他是有权赢的 那其实你如果再留意 他拿到位望空了之后 他都慢了两步才落边 如果他早两步落到边 都可能都未知六死谁手 又回到来 其实输得很近的 我们看看 他现在都未落边 这里才打了两边 那其实扑上来 回到来 他跑多一步都可能会赢的 那我想这些马 你留都留不得多久的了 应该都收不到 所谓的 很快就赢了 那我又喜欢同场的马 和在柴明区后边过中 其中一趴来的 一趴自由形 其实他组段 连根都跟不了 是脱节的 那当然了 今天那些 晨这么早在后边 跟回来 冲上来 有些马都入到三甲 或者可以赢到的 但他的幅度是比较大 那组段完全跟不到 但回到来 其实我觉得 他如果你说 前面超越明区追得多 他不信息的 你一路看回 你比较两匹马 那个距离 追下又多些 追下又多些 还有 姿态不算要很猛力 那样的 我都有一些松容 这些马 阿提舒娜的马 就是幸运有理 和东方飞映的是马 这些马 今季挺特别的 很多马来到香港 这两季都是 来到香港第一次 就有表现的 那今次 其实我都当它有表现的 只是早点脱节 姚本辉的马 今次是马房第二选择来 骑斯是莫丹尼 下一次会不会去 一跑近了之后 引到莫雷拉 潘顿来 抠他 我想城市的机会都大 今季整体来说 姚本辉的马 初出马那些 或者质身马 是来得很快的 而且这些马 如果肯加程的话 是没问题的 是啊 似乎今天的赛事 有些较为质身一些的马 看看日后 落在哪一位 骑斯身上 至于我 今天虽然下着雨 但是也有几只马 是值得我去赛后跟进的 最后我选了 第六场的兴高彩烈 其实同场都不知道 兴高彩烈 还有十三个莲花缸 一对马 都是一拼兼顾的 大家跑三四名回来 首先说了兴高彩烈 因为近期两场 填草1,600的赛事 他都跟着跟着 回来都不差的 你看到 士欣一直去找位 在马上当中 乘步马场 拿不到 慢慢转出去外面走的 早段就不太跟着 但是去到拉斯的时候 找了轮位 外面冲上来的第四名 可以拿到一个 可以的追劲 这些都是开始 慢慢去到贵中的阶段 看到首映的马 大家都知道 蘇波罗马防 比较慢一点 但是这只马 看来跑完幾场赛事 之后 并不是 所以我觉得 慶高彩烈 之后再出 我想应该都 继续跑1,600 但是这些 去到贵中阶段 开始有些赔率 和近的身影 看下的话 我觉得慶高彩 亦都可以看下 莲花歌 尴尬一点 之后再抹一下 这些懒目马 是不是可以 继续看下去 十场看完 下期 就百万挑战赛 最终回忽 我们下期继续 最后你怎么看